大家好,今天咱们说说如何拿肉啊 好多人拿肉啊,他一刀拿不下来,你看这个肉 拿一刀,拿不下来,还拿两刀 两刀拿不下来,最后怎么着,还得用刀挑一下,三刀,甚至四刀 咱们说说如何一刀拿下来这个猪肉啊 要想一刀拿下来猪肉,第一步,这个刀必须得快 再一步这个手的有劲啊,手的有劲能拉动 第三个你得有点技巧,咱们拉一下,看一下,看好 一刀下,对吧,你看,刀必须得快,要想刀快的嘛,你就会杠刀 从上往下,这样杠,这样杠,轻轻的杠就行了 把这个刀杠快,然后咱们那个手部去有劲啊 手的能拉得动,这个有技巧,这个技巧,咱们说说技巧啊 一手拉一手往上拽,往这个角度拽,就等于这样,你看 往相反的方向,刀不是往下啊,你手往上拽 来一个相反的力,这个肉就下来了,你看啊,你看看啊 转,轻松吧,轻松 你看啊,你看,拉一刀啊,你看,刀往下走,手往上拽,往这个方向拽啊,看好啊 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啊,你看,是吧,上拽吧,上拽 学会了吧,学会了,谢谢师傅 行,又学了一手啊,谢谢 大家好,今天咱们分个后腿啊,来,往这看 上面啊,上面稍肥的,咱们来一刀 转过来,往这看啊,这来一个特性的,这个地方有淋巴,咱们注意 就是后腿和这个五块交接组,有没有啊,肯定有,拉一刀啊 就是这样,有一个,咱们把这个不整齐的去一刀 这属于碎肉啊,哎 在这个筋膜,是,来一刀,在前边,这个叫圆宝肉,中间拉开 分成三块啊,每一块肉都整整齐齐的,有肥有瘦 每一块肉拉出来,就特别漂亮,好,看这个肉疙瘩啊 一手摁住,从后往前 看,我们看怎么,把这个筋膜都去掉啊 后边这一层,软瘦肉也去掉了 然后把这个,这属于筋瘦肉了啊,顺着肉丝拉,分成三块 分成三块,好,咱们拉这个了 这属于精品后腿肉,两勺就行啊 后腿上最整齐的肉了 来,带一下 相当漂亮 好,分到这了啊 这属于二刀后腿肉,二刀后腿肉里面又有一个银巴 怎么去掉呢 这个也是分成两块 往这看啊,这里边还有一个,二刀后腿里面还有一个银巴 小球球,咱们就去掉,好了,这个后腿又分完了,咱摆一下啊 二刀后腿,精品后腿,精瘦肉,优质后腿 这个,上面一道肥的,这是不通过肥 好嘞,起了,谢谢 太帅了,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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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差那一分钟 来 开锅 天花轮廓 一会儿过来特别 好 好 又弄 一会儿 走 炸饼 咦 来 炸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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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一条 可稳嫩 后腿拉开 从第二点拉开 走 好走 来 看好 分后腿 不通火锅 把那个肥肉 看点啊 小火锅 一大力量 一大力量 狠男 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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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下楼里拍月吧 拍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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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影响太不好了 咱说 咱说 想了 月声抹了 月声抹了 我说月声抹了 别说 替礼机 做馅香 别吓了 我露起来啊 照一看 嗯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